未来我们将可以通过更多的戒指看到人民日报 比如你在空气中这么挥挥手 就能看到我们的报纸了 未来外出采访我只需要带一个万能胶囊 所有采访设备都在里面 想要什么就能变出什么来 未来可能会有一种时间机器 我不仅见到了霍金 还采访来自古代的名人大佬 未来人民日报社的记者 可能早上请来洗漱 就在镜子上看当天的新闻线索 报道选题和报道任务的安排 未来可能会有一种飞行设备 当我遇到采访任务时 我可以直接穿上它变身 然后飞到那里去 未来一场访谈可能就在海底进行 你觉得吗 未来我希望我能用意念 就能让机器人帮我完成写稿 未来啊 通过VR技术 我们将有可能实现随时随地的办公 哎 这手一划呀 电脑就来到你的身边 未来 编辑可能不用上夜班了 台版会有全透明的触屏操作屏 选择想要的内容和版式 报纸就会自动生成 未来的印刷工作会更加智能 我只需按一下按钮或发布一条质量 就能完成我一天的工作 未来我希望有我负责印证服输超过一亿测 未来我将会有十八班武艺 还有可能和机器人朋友一起主持节目 我可以让全世界的观众看中国 体验中国 未来也许会出现动物语言翻译系统 让我们来听听 原来日本的熊猫香香 到底是怎么想的啊 未来 人民日报的报纸材料 或许是可以吃的 既是精神食粮 也是物质食粮 环保健康 未来你从广告里看到的所有东西 都可以随时地拿回家 拜拜 报社有很多白班夜班 经常出差的同事 希望未来能有一种情感雷达 帮助他们解决终身大事 未来报社的院子里 肯定会出现很多机器人小帮手 他可以帮我干很多事情 比如说可以帮我取件 可以帮我约稿 可以帮我泡茶 冲咖啡 还可以帮我停车 2022年左右 中国将建成空间站 那时候空间站可能会有 人民日报的驻站记者 宇航员通过可穿戴设备 就能阅读人民日报 未来记者的采访环境不受限制 出差可能就是去火星 到时定的不是鸡跳 而是飞船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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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不止步 人民日报舆论风向标的地位 不会变 党报人的精神和风骨 不会变 人民日报的基因和传承 不会变 人民日报人的理想和激情 不会变 金台元的鸟语花香 不会变 党报人的责任心 和对高品质的追求 永不改变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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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未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